據說短短一條6公里的廊道 拒絕了全世界最聰明的腦袋 那個地方被稱為腦骨 所以舊金山的這6公里的廊道 關係到未來 AI會不會泡沫破滅 基本上娟姐 你看這個標題 現在正在 今天正在進行上海人工智慧大會 一大堆的科技巨頭 產業巨頭 甚至金融業巨頭 都會去參加 甚至發表演說 其中當然包括什麼 包括AMD的執行長 蘇茲峰 你記不記得6月13號 AMD在發表新明的時候 蘇茲峰講什麼 他說我們在AI產業的生命週期裡面 非常非常非常的前面 從現在開始到2027年 你光那個伺服器 伺服器要加裝AI加速器 基本上光這個市場 就已經高達1500億美金 所以這個地方其實怎麼樣 只是剛剛開始而已 那剛剛開始而已 當然這兩個月我知道 其實股票漲非常多 比如說像那個輝達 輝達今年已經漲多少 已經漲了 漲快三倍了 漲太多一定會震盪 震盪彈就會有一些什麼 有一些聲音出來 比如說像那個QRGBD的部分 QRGBD現在就有人說什麼 他說他6月份的時候 全球訪問量有下滑9.7 然後不准復使用者 下滑5.7 訪客提供時間 縮短8.7 甚至還有什麼 甚至還有那個泡沫先知 葛拉罕的部分 泡沫先知葛拉罕 其實觀眾朋友你看這個 他說長期警告市場存在泡沫 對不對 你看這句話 你可以知道什麼 長期警告市場存在泡沫 就是 他是空頭啦 他長期來自是空頭啦 他如果不看空 不說泡沫的話 他就不能叫泡沫先知 當然他說什麼 他說最初投入 就是今年看空 所以今年就是有85%的部分 可能會陷入衰退 但是因為5月底的時候 AI忽然爆起來 所以這個市場衰退的部分 可能會修正70% 但是不管怎麼樣 他就比較看這個盤 看那個AI部分 就是長太多 他可能看比較不好 但是娟姐我們必須說聲的 你AI的部分就只有缺LGBT嗎 怎麼缺LGBT而已 不是吧 所以AI不是只看ChatGPT嗎 雖然ChatGPT似乎有降溫的跡象 但是AI真正的關鍵在舊金山 對嘛 我們剛剛也談到 短短6公里聚集了全世界最聰明的腦袋 沒錯 AI你必須要應用到食物界 那食物界像舊金山 6月底的時候 他們也開了一個AI的大會 那AI大會當然講幾個事情 但第一個 就是我AI這個風潮起來之後 我的資金有沒有到位 只有到位 他有講這些創投公司 他說我在這個裡面 全球的資金裡面 光舊金山我就聚集了78% 就是錢 有78%都往這邊擠 那你有沒有說 有沒有獨角獸公司在這邊 獨角獸公司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獨角獸公司 基本上也都在這邊 這6公里聚集了 生成是AI募資額的78% 這6公里聚集了 全球AI新創公司的三分之一 這6公里聚集了 MENTA聚集了 Google聚集了 OpenAI聚集了 非常多重量級的AI公司 沒錯也就是為什麼會在這邊 但像我們Jerry剛講到 微軟在這邊 你OpenAI在這邊 OpenAI是什麼 他現在要做什麼 他現在不是說什麼 只有OpenAI而已 他現在又弄一個助理 叫Adapt 就是要做你的AI助理 然後你微軟做的META這邊也做 Google怎麼樣 Google這邊 那個Azure Peak 這個本來就是OpenAI的最大勁敵 他現在也在這裡 在OpenAI的對面 然後他現在也要做什麼 也要做一個AI深層式的助理 叫什麼Replay的 也就是說大公司全部在這邊 那你大公司在這邊的話 大公司在這邊 他就會聚集什麼 聚集很多年輕的創業者 還有什麼 還有駭客也全部都來這邊 駭客啊 沒錯 其實這些駭客怎麼樣 他們不能說叫駭客 也就是這些年輕人來 他們聚集在一個什麼 叫做駭客屋的共享空間裡面 討論我這個生人是AI 我為了要怎麼樣 應用到食屋裡面 像NFS執行長就有講 就是共同創辦人葛瑞就有講 他說我公司跟OpenAI 其實只有聚集 距離差不多300公尺而已 但是我這300公尺裡面 已經有15家的駭客屋 這些年輕人都要怎麼 絞盡腦子去想 AI未來到底要怎麼應用 怎麼發展 在舊金山線新崛起的 叫做駭客屋 一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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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駭客屋 這一頭聚集的都是 好聰明的駭客 他們也都是新創公司的種子 不只是聚集了腦袋 聚集了錢 聚集了資金 以及聚集了idea之外 其實他們說這個地方叫做腦骨 沒錯 這個地方原名叫做海獅骨 但是這麼多聰明的腦袋在這邊 所以現在另外一個名字叫做腦骨 就是想AI未來要怎麼應用 未來AI怎麼應用 當然兩個部分 第一個往食物界 第二個往電動車 電動車發展 電動車裡面的自駕車 就自駕系統 像我們看舊金山的部分 舊金山這個名字 它有一個舊 又有一個山 代表什麼 舊金山這個是 它是一個老的城市 老的城市它的巷道怎麼樣 巷道是比較窄的 所以它容易塞車 然後名字裡面又有個山 有個山代表什麼 就是它的地形 地形不是平面的 它有什麼 它有一些山坡地 就是有些地方它是在山坡地 甚至有些波道的陡度 是30度的 不用講那麼多 有去過舊鑲鑲 一定都坐過舊鑲鑲那個小火車 舊鑲鑲那個小火車 不是蓋村名嗎 鑲鑲鑲鑲的小火車嗎 像沒坐過 大家都坐過 就知道舊金山的路 有非常多的山坡路 對 然後又容易起霧 所以如果自駕車 你在這邊可以跑得動的話 代表什麼 全美國都可以跑 對 全美國都跑得動了 而且像Google下面有一個 Waymo Waymo他們的自駕系統 它就講 說我在這邊 我在這邊試駕 試那個 自駕車我要試駕 我試駕一分鐘 等於什麼 等於我在什麼鳳凰城那種 什麼開闊的地方 試駕一個小時 在這種地方試駕的難度 基本上是跟那種開闊的地方比 難度是4500倍 那這個部分 AI的部分 我們剛剛講自駕車 有沒有要開始實行的 今天是7月6號 我們再過一個禮拜 是7月13號 7月13號舊金山會怎麼樣 舊金山它會成為美國 第一個 全天到24小時 有無人小黃運行的程式 也就是像Google下面的 Alphabet下面的Waymo 還有通用下面的Chris 他們都怎麼樣 他們都會在舊金山開始營運什麼 營運無人的什麼 無人的那個計程車 也就是說 你Al的部分現在開始怎麼樣 開始已經往食物界 這個地方發展了 所以舊金山是全美國第一個 無人計程車的試驗場 對 沒錯 那如果舊金山 無人計程車可以試驗成功的話 那全美都會試驗成功 沒錯 我們回來看AI個股 因為在今天剛開場談到 指數大跌了將近300點 當然很多AI個股出現了壓力 但還是有很多個股在創新高 怎麼看 其實像今天這些股票 很多都是有創新高的 創新高我們必須這樣講 AI的部分高速運算 它會被高速傳輸 其實高速傳輸這一塊 基本上還沒有結束 華新光怎麼樣 華新光還在創新高 這個已經漲翻天了 然後像這智原 最近今天也創新高 智原 三星昨天說他在做COAS 也要做AI 現在傳輸什麼 三星找資源合作 資源的單可要往台電下 因為零電沒有先進製程 然後三星這邊先進製程 良力不好 所以智原最近在漲什麼 為什麼外資平民買 他在買這個東西 然後在偽創 偽創最近 偽創今天還漲 完全沒有跌 偽創一定要好好講一下 偽創這檔個股太厲害了 對 很厲害對不對 這起什麼 會漲一定有原因 今天來到110.5了 對 沒錯 也就是大盤在震盪 根本不關他的事情 現在市場上有在說 因為輝達下面 那個AI伺服器 是不是有自由品牌 對不對 輝達下面的自由品牌 本來是美超圍在做的 那美超圍這個地方 輝達說 因為這個市場太大了 所以我要分一點 給偽創做 所以開始變成了 最關鍵的是 剛開場 朱董讓你談到了 偽創今天股價超越紅汗 我們來看2317的紅汗 偽創在今天來到110.5 紅汗今天收盤是收在105.5 對啊 所以就是 你看這裡有一個頭在這裡 對啊 所以應該說 紅汗其實它也有AI 紅汗今年實在抖著 對啊 就是 先被廣達超越 後被偽創超過 然後呢 又沒拿到總統參選人的門票 不一定啦 說不定還是有機會 說不定還是有機會 對 其實就這幾支股票 我們剛剛看到幾支股票 都有一個題材 那我們剛剛講到食物界 我們這邊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 還有那個機器人手背 機器人手背的話 我們要這個 你看廣民索隆門 這個今天這個還在漲 這也在漲 甚至像那個新漢也在漲 也就是說什麼 你進入食物界 其實不是只有自駕車而已 還有什麼 還有機器人手背 這個也在漲 剛剛我看到你舉圈嘛 對 表示你認為可以買 對 那要買誰 如果說這裡面選的話 價格比較 我認為比較有機會 應該就是廣民 好 我們來看一下廣民 6188的廣民 其實 娟姐你記不記得 那時候Computate的時候 那個黃仁勳有來對不對 黃仁勳有來 他是不是說 AI的食物應用 AI食物應用 他舉了例子 他的demo是 廣民的機器人手背 他用廣民機器人手背 在demo 那如果說你去NVIDIA的 光榮看的話 你可以看到 這是廣民的機器人手背 NVIDIA在這邊 這邊還有一個 關於自動光學檢測 也就是 到底在長什麼東西 為什麼長 這個 前天才創新高 今天稍微壓回一點 但第一個 回答用他來做demo 就代表他經過認證了 所以他是回答認證 NVIDIA認證過了 對 NVIDIA認證過了 第二個 半導體廠商 現在開始在陸續導入 現在差不多有八成的 半導體廠商開始在導入 導入幹什麼 導入做檢測 也就是以後的檢測怎麼樣 以後的檢測就是機器人 幫你做檢測 幫你做挑選 就是這部分 當然第三個什麼 第三個 AI拉回早慢點對不對 拉股票拉回早慢點 根本沒有跌 所以就是這種 多方線型逆勢抗點 所以如果說要看的話 我認為先看這種強勢